Vivo智能手机 跑男来了 奔跑吧兄弟还在继续 Vivo智能手机 跑男来了 尖利进行 跑男来了 有Vivo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Vivo X Play 5 趋平基础 快无边界 各位好 我是罗西 各位好 我是沈涛 等了那么久 第四季的奔跑吧兄弟呢 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 但是话得说过来 节目时长啊 就90分钟 完全没看过瘾 你觉得呢 我是足足等了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很开心啊 因为我看到小鹿鹿了 而且呢 他表现真的非常不错哦 你看三轮游戏结束 从第六名变成了第一名 这一说到小鹿 你看你这个人 眉飞色舞的样子 你咋不上天呢 我走了 再说了 在那个龙坛虎瘸的环节 就是那个摸恐怖枪啊 你看小鹿都吓成什么样了 这个事你怎么不说呀 我正想问呢 你说啊这个韩力球 假发 豆腐 在恐怖箱里摸起来真的有那么恐怖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问题啊 得问导演 吃了二十多种吧 用上场的一共是十二个箱子 我以为是什么小猫啊 小狗啊 拽到一只狗的毛啊 你不知道它会怎么样来咬你会怎么样 我们觉得如果它像是一个动物的体毛 它还需要有温度 所以我们想说那就垫一个热水袋在下面 在37度到38度左右 里面有一堆黏黏的 我最怕就是那种黄鳝呢 青蛙 我们知道它是气球放里面不可怕 但是如果是飘在水里 你一摸它会往前滑 这个就很好玩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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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一摸到草 我就觉得可能会是什么虫 虫 哈哈哈哈 我被昆仇吓过你知道吗 我那个小植物是毛海星 它那个手感就是很软很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啊啊啊 怎么回 那只邪恶的手是编剧的想法好 我们买了大概有五种塑胶手套 最后试的结果是一面很刺 一面呢稍微有点远秃秃 主要是他们自己心里怕了 我最怕战狼 你最怕战狼 对 战狼 我觉得他老婆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啊 你看就是 一看我这种印堂 就是没兼具 就是那种老不怕我那种 老不怕我那种 我啊 它那种粉末状的东西 比如说谁写粉笔 然后感觉那个末啊 掉在那个盐 还有那个咬饼干 又很脆的 哇 那个牙齿里面 被饼干那个末给充斥着 这还挺奇怪的 很奇怪 蜈蚣 因为我最害怕昆虫 所有的昆虫都不可以 小时候挺怕虫的 但有一天突然就什么都不怕 我只是怕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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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